肉流消失 这是我拍它的厚度 它的厚度有多厚 这个什么时候有的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变这么烂的我也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我洗脸的时候一摸 诶 什么时候 这边多一块 又照镜子啊 不知道 而且变得越黑 变得越黑 那时候我就在台北 那请问老师 老师 这个就跟我这个一样 好了 那我知道方法了 我一开始用 江维梨啊 今天会有江维梨 那江维梨每天搓他 揉他 挤他 揉令他 折磨他 折磨他 折磨到后来出血 我也不怕 反正就没事就挤 没事 搓了江维梨又什么 搓了就挤 各位 什么时候消失了 我也不知道 就没有了 你看 连硬子都没有啊 如果说地下来会有个疤 但没有了 还是有一天小孙子说 爷爷你这个东西没有了 爷爷真的没有了 我就是先用江维梨 这样子 用力搓 用力压 用力压 我用我洪洪之力 然后这边发热 痛 让我掌握住 不要把它收破 有体伤 那我只要有长出来的 一定会找到特别痛的点 那痛的点你们还是要用力喔 你们如果这样戳 涂 我告诉你涂十年也不会好 曾经也有努力过啊 涂一些什么什么 都没用啦 少掉一个力量 就是要大力按进去 一定要有力量进去 然后戳到皮肤甚至有热 那陈经理他刚刚也讲了 他戳它 捏它 揉它 摧散它 只让它受不了消失为止 事实上这一块死肉更加严重 硬邦邦的 差不多半个月左右 而竟然揉到最后也是有痛点喔 一个要点就是要大力进去 那大力压到痛点的时候 周围开始肿胀 然后越来越肿胀喔 然后会痛 然后痛再一段时间它就破了 诶 所以我才终于发现所有的过程都一样 都会肿胀疼痛 所以这也让我知道 乳癌患者一定还是要有这种力量进去 那因为他从来没有被这样摧残过 揉拎过 所以经过按推完 他回去会肿胀 如果你没有解说 他以为你把他揉坏了 他不会来找你 那从此他的本来可以好的 就从此断了 好 老师刚刚有志工在问说 像老师在弄鼻头的时候 还有陈金宇在弄这个 在摧残他 之后你们有用灯罩啊 或者吹热吗 好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这个鼻头是重病还是轻重症 那轻重症应该是以按推为主 还是热源 按推 那个按推就够了啦 其实重点在大力搓揉啦 热源涂姜粉泥是有帮助 但帮助没有那么大 是按推的成分大 我个人对这个硬结肿块那个局部小的 我的体悟是这样 所以老师可以这样说就是说 像轻重症就是以按推为主 所以其实按推又用了姜粉泥 这样的力度就足够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遇到他是重病患者 像有些乳癌都爆开的 或者他这个大面积 就不能够太过用力 万一流血流过量 就有生命的危险了 那这个就要很小心 那那种就用热源给的比较重要 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 是以热源为主 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主 这样大家就没有疑惑了